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23日 纽约时报有一个中文网 上面主要是翻译纽约时报上面的新闻报导 获展的是评论文章 对于不懂英文的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我推荐大家去看 但是他那个网站偶尔也会登一些原创的评论文章 是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写的 这些原创的评论文章只是登在中文网上的 在纽约时报上面是没有的 这些文章的质量 跟大家在中国的媒体上面看到的评论文章 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看到的评论文章 其实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阅读的价值 比如说我最近在上面看到的一篇原创的评论文章 说把华人穿粉当笑话 民主党恐怕会后悔 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才是一篇笑话的文章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华人穿粉该不该被笑话 第二个问题 如果民主党把华人穿粉当成了笑话 会不会造成严重的不良的后果 我们这里说的华人穿粉 首先指的是美国的穿粉 华人穿粉 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穿粉 不包括中国的或者其他的大中华地区的那些穿粉 因为那些人对美国的选举不会产生影响的 其次我并不是说你投票给川普 那就是川粉 因为一个人投票给川普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并不是说很喜欢川普这个人 有时候只是因为讨厌拜登 讨厌希拉里 或者是从来就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 所以并不是说特别崇拜川普 我们说的川粉指的就是非常崇拜川普 把川普当成的是天将委员 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甚至说他是上帝选中的救世主 所以川普说的话都是对的 做的事都要支持的 那我们指的就是这种特别狂热的川普的支持者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华人川粉该不该被笑话 这些华人川粉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 都是认为自己 虽然自己也是少数民族 但是认为自己是模范少数民族 是可以跟着白人吃香的喝辣的 但是瞧不起其他的少数民族 特别是瞧不起黑人 瞧不起拉丁尼 所以他们对那些要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 就特别的反感 他们去支持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川普也是种族主义者 让他们找到了知音 其次呢 这些华人川粉呢 都很喜欢阴谋论 都是阴谋论者 很喜欢呢 在网上散布 传播各种各样的谣言 假消息 特别是针对民主党的 针对拜登的假消息 包括现在这个大选的结果 早就出来了 他们呢还在散布各种 关于大选舞弊的谣言 认为实际上是川普赢了大选 甚至呢认为说 总有一天川普还是会连任的 那么你对于这些种族主义者 阴谋论者 喜欢造谣传谣的人 那当然呢 你应该把他当成笑话 那对于正常人来说 都会认为说他们是笑话 那你民主党呢 更可以把他们当成笑话 而且呢不仅要把他们当成笑话 还要谴责他们批评他们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如果民主党把这些华人川粉当成的笑话 是不是会有什么大的损失 这个大的损失 当然是指说选举的时候 这些华人川粉不去投民主党了 所以呢可能民主党就会丢掉很多的票 甚至呢会决定这个选举的结果的 那这个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 这些华人川粉呢 是极端的仇恨民主党的 是觉得跟民主党有不共戴天之仇的 一说起来就骂民主党是诸党 热衷以传播各种各样的 关于民主党的谣言 所以你民主党要去争取他们本来呢 就没有什么戏 其次呢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华人川粉究竟有多少人 最近有一个调查 就一个抽查的结果 是关于这一次美国大选的 这个抽查呢就发现了 在华裔的美国人当中呢 投票支持拜登的 占了65% 而支持川普的 只占了31% 也就是说 在华裔美国人当中呢 实际上 川普的支持者呢 是少数派 而且支持川普的 这些华人呢 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带移民 我以前的一期节目里头 也分析过这种情况了 这个主要呢 是跟他们受的教育 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这个教育和环境决定了 他们会去崇拜川普 那这些人究竟有多少人呢 那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的资料 这一两年来呢 每年大概都有三万多名 从中国大陆来人 入籍 成为美国公民 但是呢 这个只是近年来 才有这么多的人 入籍加入 加入美国国籍了 以前呢 是没有这么多的 所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人 从中国大陆来加入美国国籍 我估计呢 可能也就那么三四十万人吧 以前肯定不会说一年有三万 这个是近年来的数字 咱们就算他三四十万人 但是呢 这些人并不是说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更不会说是川粉 那就拿我们班来说吧 就是我以前在中国科大的同班的同学 40多个大部分都到美国来了 他们大部分呢 也都加入了美国国籍 大概有那么四十个来 四十来个 四十来个人 那根据我的观察呢 在我的这些同班同学当中呢 属于川粉的 特别狂热的 也就那么四五个人吧 大部分的人 或者根本就或者不支持川普 或者呢 即使投票给川普也没那么狂热 实际上这一次的大选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出来以后 我的同学很多人都表示输了一口气 就说明了 平时大家虽然不谈这些问题 但是呢 实际上大部分的人 还是支持拜登的 支持川普的 特别狂热的川粉的 其实呢 是极少数 当然呢 我们班不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因为呢 大部分人都是在美国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的 就研究生教育的 并不是跟 并不算是这种很普通的 美籍华人一代的移民 不是 那么我们就往多了说吧 就算你在这些 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当中 有一半是川粉吧 这个肯定是高估了 那也就 按我刚才的估计 可能也就 20万人左右吧 一二十万人 可能还太高估了 那好吧 你这些跟美国的总的选民来比 其实呢是非常少的 而且呢 这些人就是川粉 绝大部分呢 是要么是住在 加州 华盛顿州 这个西海岸 要么呢 是在纽约州 康奈迪格州 新泽西州 等等这些东海岸 主要呢 这都是在东西 两岸 这些南州 也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州 这些州怎么选 也都是 会投票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 所以呢 你这些华人川粉 生活 主要生活在这些地方 那么他们的票 相当于是废票 他们再怎么支持川普 也没有什么用 那有些人可能说 他们本人的票 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呢 他们赏文大呀 会在网上 做各种各样的宣传 会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 那有可能呢 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大家要知道 根据调查的结果呢 支持川普的人呢 主要呢 是那些英语比较差的人 我刚才提到那个调查结果 他有一项 就是关于这个 语言能力的 那么发现呢 在英语比较差的移民当中呢 支持川普的比例会比较高 那这些华人川粉呢 他们主要的平台 也不是在英语的平台 而是在中文的平台 特别是在什么微博啊 微信啊 或者在推特上嘛 也就是主要呢 都是发这种中文的推特 所以呢 他们能够影响到的 还是中文圈的人 而这些读者呢 能够被他们影响到的读者呢 绝大部分可能根本就没有投票权 在美国没有投票权 有的可能都是在中国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 他们甚至呢 连自己的子女都影响不了 因为他们的子女 也就是所谓的二代移民 在美国受到了比他们更好的教育 对美国社会的了解 也比他们要强得多 所以他们的子女呢 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们对自己的父母 这么狂热的支持川普 本来就看不惯 把他们都当成笑话 那连他们的子女都把他们当成笑话 那你民主党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当笑话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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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